女人一觉醒来 发现手居然被烤住 她刚想质问丈夫 谁知下一秒 玛丽被丈夫的举动吓猛了 她慌忙爬下床想逃跑 却发现手铐另一端连着丈夫 崩溃的玛丽大声呼救 可他们住在郊外 根本没人答应 玛丽冷静后想报警 可电话根本没有信号 她又捡起地上的手枪 想要射断手铐 却发现枪里没了子弹 玛丽望着丈夫 意识到这可能是她设计好的 她拖着尸体来到衣帽间 可这里只有一件结婚时的婚纱 玛丽扯下婚纱 发现后面藏着一个保险箱 她只好换上丈夫的衬衫 再用婚纱拖着尸体下楼 玛丽打开包去找手机 却发现手机被丢到花瓶里 玛丽来到地下室 却发现里面的工具早被清空 她又来到厨房翻找 意外找到了车钥匙 于是拖着尸体来到车库 车子发动的那一刻 玛丽笑得很灿烂 可没高兴两秒 车子就熄火了 原来邮箱已经被抽空了 玛丽气得直骂娘 突然丈夫的声音 原来是丈夫提前录制的声音 看来丈夫是不打算放过她 玛丽无可奈何 只好又拖着尸体回到房间 她走进一间暗室 一张张不堪的照片映入眼帘 原来丈夫一直都在调查她 丈夫是个企业家 常年在外灯红酒绿 为了报复丈夫 玛丽勾搭上了下属小黑 两人的婚姻早就名存失望 可玛丽怎么也想不明白 丈夫会选择自杀来报复自己 正当她困惑不已 门外传来一阵敲门声 她打开门一看 正是她的出轨对向小黑 小黑看着地上的尸体一连猛 她告诉玛丽丈夫的公司 已经涉嫌犯罪 警方目前正在立案调查 玛丽渐渐意识到 丈夫这是准备拉下水啊 就在这时门外驶来一辆汽车 小黑让玛丽躲好就出去了 两个男人从车上下来 还没等小黑开口 男人对着她就是一刀 男人一脚把门踹开 都不敢喘 外面杀手和小弟争吵起来 原来他们是丈夫派来的 小弟表示 她只想拿钱不想杀人 没想到杀手会给小黑发便当 二人争吵过后 决定下楼去找玛丽 但玛丽却从后门逃了出来 躲进了一旁的仓库里 环顾四周她找到一把船帽 于是用船帽砍断丈夫的手掌 小弟顺着血痕来到仓库 看到尸体被吓得半死 她赶紧跑回屋去找杀手 两人回到仓库 发现竟然是自己的雇主 杀手断定玛丽还在附近 于是回到房间继续寻找 却意外发现了保险箱 原来丈夫给二人的酬金 就是藏在保险柜里的钻石 但需要丈夫的指纹和密码才能打开 可现在密码只有玛丽知道 杀手便让小弟去把尸体拖来 而另一边玛丽在仓库里找到了汽油 于是拖着油桶来到车库 一不小心发出声响引来了杀手 玛丽赶紧躲了起来 两人就这样躲起了猫猫 杀手剑逮不着玛丽 于是一刀扎破了轮胎 躲过一劫的玛丽溜了出来 正巧撞见小弟在拖尸体 千军一发之际躲进了地下室 可杀手也找了进来 两人一躲一藏 看着一旁的球杆 玛丽决定主动出击 于是制造假象骗了他 再用球杆敲晕了他 接着拿走杀手的车钥匙 奈何杀手皮脚 抄肉后的 玛丽正准备开车逃跑 就被杀手敲破车窗阻止 他拿起手机要报警 却被杀手往外转 刚想说话就被抢了手机 杀手把玛丽踩在地上 接着就是一脚踹晕了他 女人从昏迷中醒来 发现自己居然和丈夫的尸体 烤在一起 杀手逼问他保险柜的密码 玛丽打死也不说 杀手哪能惯着他 脱掉玛丽的鞋子 就要给他做个足疗 一旁的小弟不忍上前制止 却被杀手一把推倒 小弟看见床底有把枪 于是捡起枪阻止了杀手的行为 杀手迫于无奈只能作罢 小弟接着让玛丽说出密码 玛丽答应说出密码 但前提是让小弟替他解开手铐 三人达成协议 杀手顺利打开保险柜 但是里面并没有钻石 只有一把锋利的锯子 上面写着 钻石藏在玛丽的项链里 这条项链是丈夫昨天送给他的礼物 一旦戴上就取不下来 玛丽明白这一切都是丈夫的阴谋 小弟拿出工具却怎么也弄不断 杀手慢慢明白丈夫的用意了 杀手趁机夺走手枪 对着玛丽扣动扳机 却发现枪里没有子弹 于是想直接锯下他的头 小弟不想让杀手再继续杀人 于是冲上来阻止 两人扭打在一起 杀手顶着小弟往墙上撞 却没想到小弟后脑勺撞在挂钩上 小弟当场领了盒饭 杀手将小弟的死甩锅给玛丽 拿刀插进玛丽的大腿 玛丽拿起相框躲过一截 然后用老虎钳敲晕了 又把丈夫的尸体和杀手烤在一起 玛丽一瘸一拐地往前跑 杀手在后面拖着尸体追 玛丽开车撞倒了杀手 可车子也因为打滑侧翻了 玛丽在冰面上缓慢爬行 杀手又追了上来 他拿刀插向玛丽 冰面却直接裂开 三人一起掉进湖里 玛丽在水下不断挣扎 抓起匕首插进杀手的眼睛 然后挣扎着爬出湖面 远处警铃响起 玛丽终于死里逃生 活了下来 电影至死不渝 丈夫自杀设计报复妻子 妻子几次与死神擦身而过 最终死里逃生 这也告诉我们 对婚姻忠诚是对夫妻最好的保护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还请点赞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